大家好 今集就先說一些開心點的新聞 之前就說姜濤怎樣怎樣 當然說姜濤的人就說 喂 賊流量啊 我就想問問 Master Mike 我有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但我也是 沒有聽過這個人的歌 唐宋正 我想問問有誰會唱他的歌呢 首先我不是囂張他 我就是知道 我有知道這個好人物的存在 但我不懂他是誰 他就在Facebook發長文 通常這些 其實出來娛樂圈 不是說你有料就紅硬的 不是說我有好努力就紅的了 偏偏就有些好像賽斯輩一樣 假人老公 偽造學歷 串齒齒 經常在那裡不知道 又說我娛樂圈 我不需要有朋友的 當然啦 TVB很捧他 沒有觀眾緣 但是都被公司力捧 那你又不能夠不說他 這個演技 是差的 賽斯輩的演技是OK的 再說回這個Master Mike 雖然我不知道他是誰 但當然他是有名有姓的一個 叫做什麼 歌手 還是明星 他竟然暗寸 我覺得 什麼人想什麼 我覺得他是在寸進姜濤 他就說 這個行業 真的很奇怪 不知道幾個時候開始 他寫出來的髒話 不是我自己喜歡髒言畏語 一會兒有人說 不要說髒話 他說 不知道幾個時候開始 經常要去體諒別人的努力 你去餐廳吃飯 他說很難吃 你都會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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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見你體諒一下 那位廚師 老不努力 做主人到全身汗 熱到混蛋 他全部是他自己寫的 那些L字 又不見你都會體諒 哪個沒有努力 每個人都努力 你怎樣去衡量 哪個努力多些 哪個努力少些 這個衡量標準 簡直是這個本地娛樂圈的奇怪現象 怎麼看 那沒得說的 那一來 你憑什麼話 那每個人都會努力的 每個人都覺得我有才華 就好像 我同一份工作 旁邊和我同 ranking 那個 喂大哥 這條什麽十九 他憑什麼 很明顯那些事情我做的 他又沒有這張sert 又或者他不懂這件事 喜歡吃飯的時候 黏下老闆 拆兩句蟹 就給他位子上 喂有沒有看啊 《新聞女王》 哇真的超好看 大家一定要快點看 都是這樣 整個生態就是這樣 無論是你娛樂圈 還是各行各業 都是這樣的 不要說什麼拆行不拆鞋狗 有機遇 又剛好 時來運到 天時地理人和的事情 好難說 麥寧寧 宋文鋒 都未必可以算到的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都是說命水的 每個人都努力的 為什麽他會紅到我紅不到 或者每個人都買六合彩的 為什麽去中我不中 你不能說 我為了買六合彩的二十元 我多辛苦去找回來 總之大家都是買到 同一條六合彩的電腦票 但是你中我不中 那我可以說的 那人家的命水是生得好 吃得正 你是吃不正 就好像我有些朋友 小時候讀書又讀不到 又比較差 什麽都沒什麽特別 他走去做保鏢 怎知大老闆就喜歡他 就變了近身保鏢 帶著周遊列國 我都不知道他去憑什麽 但現在做到風山水氣就是這樣 你憑什麽說 憑什麽 韓國第一千金 前夫就是保鏢 分他一半身家 分分鐘 韓國三星集團 長公主 做保鏢 是筍工來的 所以有時候 你真的不能去 爺餘人家 又或者去 踩人家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 都一定有他生存的付出 和他的努力 當然比重一定是可大可小 但永遠都不可以人比人 你覺得你在這方面 下苦工 人家不需要 你不讓人家真的有天分 我覺得 你自己努力 唯有 那天繼續說 他死了 真是很害怕 那些人整人說 某些人很害怕 那些人很害怕 最害怕 那些人很害怕 那些人很害怕 最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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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的音樂 都可以 去 到外國做tour 我們那些 就頂盡香港十八區tour 一再強調 自己努力 沒有好作品說話的歌手 簡直是 尼爾曬浦 我就明白 有些東西 其實 大家都知道 G-Side最喜歡滾抖音 每次 真的每次 那些人在那裡笑 喂 頂柳 有些人就說 MIRROR醜樣 當然是說 Lokman 他們口中都覺得很噁心 這個Alton 奇奇怪怪 尖酸黑薄 然後有幾個 Jer 他們都說 很醜樣 然後 這對話是香港頂流 就不斷在那裡笑笑笑笑笑笑笑 一開始 我都 講的是 MIRROR出道一兩年 我都會跟別人吵架的 但是慢慢慢慢 我覺得 其實某程度 人家說的東西是對的 不要再拿 我努力過 或者公司 怎樣怎樣的機會 各樣的 所有東西 你是一個配套 你可以說 MECAVIL沒有這個 英王那麼成熟 整個體系 是吧 但是 他紅 你香港人 你香港人 自己一手一腳 捧他上神台 我 有些YouTuber 都分析 為什麼MIRROR會紅 一開始 我自己的見解 就是 真的好像人家那些 韓國K-POP 那些男團女團 看著他 造星 做出來 自己有參與感 有投入度 你便會覺得 那個是我眼中 看著他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最後十強 選出來 我自己有份投票 很有話事權 但是慢慢慢慢 我真的不太明白 那些 我自己也是 就是幾十歲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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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中十八代 當然 我自己的親生兒子 我當然會這樣 但是 他們是當MIRROR 真的是自己的兒子 我見到 有很多 那些 中年婦女 是很瘋狂的 很瘋 很瘋 幾十萬 買個LV袋 然後 課金 去買那些 MIRROR Sauvenire 後來 千多元買完 說是幾個 不是便宜的 MIRROR 周邊商品 大家不要覺得 哎呀 我倆二十元買個鎖匙扣 不是那些 後來 你這個 迪士尼 那次的活動 搞完了 然後那些東西賣不去 就賤賣 那又會覺得 我給了那麼多錢 為什麼好像 所有東西 都不似預期 那我就 只能夠說一句 那你這麼有米 給了 就不要想了 你支持了 你喜不喜歡 你開心不開心 開心過就算了 即是迪士尼那些 是粉絲支持的 當然了 難道我支持嗎 嘩 都挺誇張的 不是粉絲支持 他們買了很多周邊商品 一開頭 可能500元 一個項目 後來就可能賤賣 因為還沒賣完 那你的貨尾 你連銷那些 你最後都要劈價了 如果這樣的話 下次再搞的 老闆都 等你自賣的時候才買 不過這個人說搞笑的 又說人家衝 什麼 浩高奧縣 說人家想衝出香港 又衝不到 就在香港18區打滾 那我想問一下 永遠 踩人很容易的 那你自己有沒有 有什麼驚天的巨作 又可以帶領到香港 或者你自己已經衝出了國際 永遠你去 爺遇人 踩人很簡單 我又會說 楊利偉上太空 踩那兩步很廢 那我自己有沒有上過 那你又不可以這樣去 用你自己的觀念 或者你自己的想法 而沒有成績底下 去評擊別人 除非今天 你已經是一個 國際知名的一個大人物 那你覺得一句 就好像欣自丹 說你不會打拳的 那我相信 沒有人會有異議 因為有什麼熱問 已經是宇宙最強了 那欣自丹跟你連結 你選誰呢 當然是欣自丹 我當然支持你連結 我當然支持你連結 所以就說 欣自丹都是憑葉問的 葉問之前 突然會去老鼠嗎 對不對 充其量都知道 但我又不認同 所有東西真是天時地人 丁子朗什麼了 你覺得 但問題就是 首先你要成功 你才可以說人家的成功 是沒有實力的 好像 我都沒有錢 我怎麼可以說 笑郭虎誠 說郭虎誠 或者說李嘉誠 我都沒有成就 人家已經有了 你所說的東西 人家都會覺得你是葡萄 惡意批評 惡意攻擊 要看你自己本身的價值 去到哪裡 你本身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 去說一些已經有價值的東西 人家只會說你的 沒有資料辦四條 你自己是甚麼代表了 就是沒有 我就說說自己的見解 好像TVB那樣 你請Ring來做這個 超新星男團 打算捧一對東西出來 撼MIRROR 捧不捧到 捧到誰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你整個草莽 走去 是吧 然後Ring 你整個天王巨星 然後其他的導師 真的 嘩 可能不要聽 Ring 知道你這幾個傢伙是甚麼 還要是曾志偉 也是Line Thru 當然 現在藍團是很熱 但是他推丁子朗回大陸 拍那些真人選秀節目show 首先丁子朗是否超齡呢 我想問一下 還有 他都不算是一個新人 素人 根本上就是一個已經是明星 都是的 他是一個十幾粒仔 二十幾粒仔 選擇 選了丁子朗 就捧你了 是吧 套套戲給你做這個男主角 或者男二 很簡單 看看公司是否賣你 賣你 又或者你賣對馬房 那就搞定了 一向都是這樣的腳法 還有 丁子朗 你推他回大陸去參選 扮素人 問題就是你的樣子 已經不是素人系列了 你在TVB打軍了這麼多年 你怎樣都2.0 3.0的版本 即是說一些科學美容 或者整容之類的 還有你已經有那個形象 那個叫做怎樣說呢 去培訓培養 氣場都不同 那你一拍完 就像你說丁子朗和朱頓 拍在一起 根本沒得比 但如果你說反過來 朱頓和丁子朗那個 出道的方式不同 可能我先出的 他是素人的 可能朱頓有東西 去幾條街 因為這個年代 每個都是2.0 3.0版本 你不會沒有微調 沒有收拾過的 最簡單 怎樣上粉 哪些粉 適合你 你都知道 他就是被人笑 他太白了 回到大陸 可能大陸的攝錄機 和香港的攝錄機 又不一樣 大陸現在很厲害 什麼都拍到你 我就是覺得 馬房也很其次 即是說話 夠不夠圓滑 真的好看你一個 《造星》的 有沒有基本條件 喂 台慶 是吧 即是前哨戰 喂 阿里站到邊邊 第一行的邊邊 還要全部 已經沒有了他的作品 今年 不要說今年 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 我都 最上那個是 和陳豪扮情侶 和何 何廣佩 做何廣佩的媽媽那一套 是不是智能外人 好像不是 另外智能外人 是另外 但是 喂 李佳心 怎麼都不會是 要站在JW的旁邊 旁邊 還要站中間是誰 是這個 月亮面那個叫什麼 糟了 鞋槽面 不是啊 Yes 劉沛月 還有旁邊那個 不用摺了 知道是厲害 變了 旁邊那個什麼 經常罵過老公 經常罵過老公 那我就住私家 嗯 嗯 越南越愛 叫什麼 噢 吳昌 不吳昌 神經病 是女人 嗯 反正就是 經常罵老公 那個和 陳豪拍 香港人在北京 那位 是的 嗯 吳約熙 是的 是的 喂大哥 這幾條女子站在中間 搞錯 香港真的沒有人 怪不得 楊兒說回TVB拍劇 我希望我真的看一些有演技 大家不是說 很想很期待 《新聞女王》 那我就真是仆街 我就走去這個大陸那些 網站 我已經看到第四集了 我真的生活的東西呢 是充足著我們每一天 劇本就來源於生活 真是 我就是那個 被人跪下的那個女孩 我忘了這個港姐叫什麼名字 港姐冠軍來的 陳 不知道陳什麼 死了老人癡愛 那如果大家有看呢 就知道了 她就很想有機會表現 她又說 我做事呢 或者做人 我都可以沒有底線 我都可以走光的 我又可以陪老闆 然後又跪下 求人 又做一些犯法踩戒的東西 那我最記得馬明 跟她說了一句 她說 有些東西 不是說人家給你機會 你就有機會上位 有些東西是 你是 國語 叫做沒有眼力見 叫做好嗎不好聽 給機會 你都走不到一起同台吃飯 喂 真是 這麼巧 這麼巧 較早之前 我老闆跟我說同一番說話 我就說 喂 我想有機會 可不可以試一下 幫你做一下事 或者幫一些其他的 我當成是高級的我的人 做一下他的下難事 可以叫做 多一點經驗 那她就跟我說 喂 你記不記得 你自己半年前開會 你是啊 你在working level 是很努力啊 是實事求是 想為那件事好啊 但是你按摩 你開會是疾親對家的大顆阿姐 喂 你連這些這樣的 叫做什麼 common sense 或者女人第六感也好 什麼感也好 你連對家 雖然是你沒有見過而已 是吧 論那個 論排位 論這個氣場 還有論開會那個 叫做怎麼說 看人眉頭眼壓 你都不認識 你這樣說話 你覺得你是做一件好事 想speed up大家 你嚇壞別人 你哪有運行啊 那我覺得 在乎我的角度就是 我為那件事好而已 星期日對家是沒有response 是不是很愚蠢 是不是浪費我這邊的努力呢 但原來management level 不是這樣看 他就覺得 喂 你這麼少的事 你都做壞 都要搞到我們 可能是要在後面抹屎的 我怎麼給你機會啊 就是這樣 喂 出到來 真是辦公室的 他說我不夠假 假你又假不到 是啊 處理的手腕 語言的藝術啊 即是風向要去邊邊吹啊 有時候 真的你要看得通這件事 但這些說真的 就是很講你本身自己的性格 跟你那個天賦給你的這一點 那個觸覺夠不夠的 不是每個想拆都懂得拆 或者每個懂得吹都能吹到的 喂 假狗我經常用 但我不是一條假狗 那很明顯我就是那條假狗 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定位 和自己厲害 語言不厲害的地方 喂 再跟大家講一講 我真的很喜歡看這個新聞女王 阿蛇的演技就不用置疑 我覺得她現在開始有這個 死了 韓國啊 黑暗榮耀女主角 是嗎 宋慧喬 我覺得她已經有 馬鳴呢 雖然她是像膠面千年不變的樣子 和神情 但我覺得她這個角色 如果煎餅或者陳豪做 會更加有驚喜 當然她的演技是在線的 但是 我覺得可依婷是很美女 但她的演技就真的不入樓了 還有上一套這個下樓上車族的 扮人家老闆的今集的飛爺 我很脫氣 首先她不是這樣的年紀 她是做那個位 然後她的樣子和神情 我覺得是為做戲而做 如果她這個演技 請一些無名無姓的綠葉來做 我覺得好很多 為什麼肯定要監製 永遠就是 這幾個月要捧 我說袋子袋子袋子 袋子袋子袋子 這樣撿骨呢 一定是的 一定是朝廷有指示 朝廷要用人才能用到你們 馬國明一向都是 跟The Rock一樣的 馬國明的冤枉是飾演馬國明 他做所有戲都是馬國明 所以她的演技其實也不需要太有要求 我覺得 但是她有她的市場 因為馬國明的形象 乖子 真的很入屋 本身主角也很喜歡馬國明的 但是自己的喜愛和現實 一定是要分開的 如果Darson的演技來講 馬國明都是那句 只是飾演馬國明 馬國明 大家如果看 留意一下有一個場口 我講一下何依婷在後樓梯 馬國明是很驚訝地去嘴上去 我看完那場嘴戲 我就明白 為什麼心穎BB要跳了 要怎麼說 地雷馬 兩隻腳在那裡左右左右左右 為什麼呢 嘩 如果我跟他搞 或者我跟他嘴 我真的拿一份神祖日報出來看一看 你說很悶嗎 還悶 比跟阿伯在酒樓喝早茶 那有些人喜歡他悶 那悶 那悶 唉 真是別的東西悶 吃飯 天天吃碟頭飯 就說 那樣東西悶 你真是早點休息 哈哈 這麼糟 那最後呢 講一下這個 保錡 保錡呢 雖然我都不太喜歡他 但是呢 四子裡面呢 我覺得他是最有character那個 雖然他也是夠地 夠市井 有些人說他是MK 真是不知道他為什麼紅 跟阿流馬車是那類 奇異的怪 怪星 不是明星 那 我之前拍了一條片都挺好笑的 他走去那些很high class的餐廳 那叫東西呢 麻煩你用英文 是鬼佬來的 對方 他就說 This this and this 好似我小學 好似 雖然我現在英文都不是好 好啊 我們小學呢 最喜歡就是 How about this this 因為我不懂得說那個英文 然後呢 對老師問問題的時候呢 叫我 就是 假裝法問 問其他堂兒子 那我不懂得說 我就this this and this 喂 好用好用啊 這個 都挺無敵的啊 這個 他就說 十九歲 開始做care fair 到二十六歲 都掙扎了七年 參加全民造星 一舉 砰一聲 就成名了 一開始呢 原來呢 他不是這個error來的喔 他是mirror的後備軍 不是他不是後備軍 他是成員名單的喔 就是不知為何 可能睡完一晚 花姐拍一拍的腦 可能周公報夢給他聽話 我電梯子一算呢 十二呢 就是你的lucky number 十六呢 就不好了 一開始呢 成群 成群 成團的十六元名單呢 是有細貓和保錡的 喂 我覺得如果你加上這兩個呢 你只會更加會被大陸人笑 首先 細貓的樣子呢 也是那些粉底白到不白的 女人用了也不白的 再加上 細貓靚不靚仔 就見人見智啦 雖然說去韓國浸過一下而已 但是我覺得他唱和跳都還不準備好 又或者如果你回大陸參加選秀 都是會被人 好像姜濤那樣被人叮走 根本都不是一拿出來就贏硬你的實力 然後你說保錡就更加側掛笑啦 唱又不行 跳又不行 可能是你說話爆粗 就最厲害了 那是咯 只能夠入MIRROR 那這些我覺得就真的 是好講你自己的聲徒的 那這些就混咯 如果當日保錡是豁入MIRROR裡面 而不是ERROR的 可能今天的保錡又是另一件事 喂 他二十強止步的 然後呢 輸了呢 就要走去會展上班 要還卡數的了 那現在 即是在那個moment 突然間 Viu說簽他入ERROR 入MIRROR都好啦 有得簽 那時候跟你簽過高薪保安 他炒散 高薪保安的職位你都會簽 喂 你看看現在 看看Jer 看看阿三爺 當然阿三爺本身就有錢了 如果不是就不會去英國讀書 那他們全部都是 我們眼中看著他一步一步走出來 當然 阿保錡 我不知道他現在什麼環境 但是怎麼都不至於會展炒散 那會轉炒散 你知道我當年年輕人的時候也有炒散 你覺得他很帥不帥 你覺得他 OK的 不帥 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現在更流行這個髮型呢 是不是 什麼 男生的水母頭 七十年代的 鬼佬 七十年代都不流行 上面就是正常髮型 下面就是長到鎖骨的水母頭 我真的很醜 誰跟他做Styling 是啊 後面的撿東西剪掉也不一樣 又或者把前面的撿東西留長也不一樣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但是我只能夠說一句 作為一個普通觀眾 我對他的喜愛度 就不是特別濃烈 但是 你不要忘記 這條臭花靚呢 專吃好東西 雖然吃沙律 他吃到肚子 後來 但是 他溝到女兒 還要沒有錢 這傢伙 出名 沒有錢 溝到女兒 就跟你大樓旁邊那個不喜歡錢 是異曲同工之妙來的 大家都有些料到 我想他整個人生 暫時的成就就是吃過沙律 在他工作上 不是 都不是的 人家都是出新歌的 就散了 哦 其實沙律真的為什麼會選她 唉 因為就好像你們的男人那樣 可能她說 我最討厭大波妹的 我最討厭的 那些女人就會 你最討厭我不相信 這樣 那我最喜歡就是珠子 我扑你街 對嘛 最後呢 為什麼安排在最後講呢 因為我不想 說著說著又 情緒失控 本身呢 都想著呢 之前錄一條片的 那但是都無謂 將一些不開心的情緒 去宣洩 那之前呢 都有一位朋友仔 都留言 他說 我分享了我 被人家報警 差點拉上警車 寶寶寶寶寶 扣著雙手 離開家裡的情景 那我就 在家裡 Feed我那隻 柴犬 那被人家報警 差點上門 拉我的時候呢 星期幾天 那天是 星期三 星期三 中午 那星期五 晚上 星期六 凌晨呢 那我猜不到的 真是 因為呢 本身我覺得是 有食物的情況下 或者 我在這裡 Touch 某一隻狗的情況下 我那隻柴犬呢 就會發瘋 會爭 但是猜不到 星期六的凌晨 三點多呢 那隻柴犬 竟然咬死了 那隻十四歲的老蟲鼠 那我不想說太多 其他煽情的事情了 我只是想說一句 一開始呢 我覺得呢 拿 即是怎麼說 不是 即是將一隻 新狗 和一隻老狗 放在一起呢 是想牠們學習 那些習慣啊 各樣啊 融入家中啊 德成僱傭 一開始我是有分開的 但是呢 其實是 然後呢 原來呢 一隻 過度活躍的 大狗 不要說大 中狗 和一隻老狗 還要是小狗 一起呢 是一個 超級 不 match 和不可行 和盡量要分開的搭配 雖然我知道 這隻柴犬 是有攻擊其他狗的情況 但是 我又不會說 二十四小時 之前都發生過的 他們是有長時間 喂 我四月 三 三月 底 四月頭 入屋 到現在 那 他們是有無數的日與夜 是相處在一起的 但是當然 我是知道了 他有這樣的情況 攻擊的情況 我是有分開 又戴嘴套 但是 最後一個 陷事都發生了 那 就是奉勸各位 不可以疏忽 任何一秒都不行 要是 你就絕對是分開 要是 每 二十四小時 每一分鐘 都要落嘴套 我發夢 都沒有想到 我看那麼多 這些青狗 每一集都看 還有很喜歡狗 是發生在我身上 當然 當然 我那隻蟲鼠 之前 都有攻擊過 致死其他狗 但是 你說 有時候 覺得 狗 根本上 天性是這樣 一定會有打架 但是 可能 差不多年紀 相同身形 就會是 大家力量懸殊 那你就被牠打 打完 牠就知道 我先吃 你排後面 然後 我出家走 你不是打算走我前面 我勸你 打架 對狗來說是很正常 但是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一隻大狗 年輕的狗 BB狗 和一隻老狗 小狗 相處 就不可行 這個是我 拿血 買的教訓 這件事發生 我和豬腋 都很不開心 你不要哭 我真的有哭 你哭老鼠 你 你都在我面前 那時候 我在後面 我強引 騙你老鼠 搞定了 所有東西 之後 豬對我這樣 我睡不著了 晚上都在哭 一想起來 都覺得很不開心 因為始終 老狗 陪伴了我 和豬 一段很長的時間 走開 你 我一畢業回來 我就買了這隻狗 當年 我還記得 1200元 那時候在網上買狗 還沒有犯法 我去看醫生 我說 這隻是男生 醫生跟我說 他說 蛤? 這隻是女生 那你比較過分 這隻狗狗 掛在這裡 你又睡不著 你要扮 那些小不根事 那些小粉紅 都不用這樣 那我和一個 我很久以前的男朋友 說 為什麼要和她說 因為我很記得她說過我 她說 你也不是真的愛狗 別人和狗一起睡 不是 天天打卡論的 你呢 就只是 喜歡才摸摸牠 那 我也明白的 尤其我生了小朋友之後 我都和豬導遊說 我很多時候 我記得 我回想起 之前我抱著四隻狗一起去行山 是我抱著四隻狗 不是四隻狗拉著我 然後又去那些什麼 沙田那個叫什麼 馬場 彭福 是的 彭福 然後又去哪裡 去西貢 很多這樣的足跡 但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生完仔之後 我已經是沒有試過 坦在地上 那隻狗是走過來 坐在我胸口 我自己都自認 是忽略了 那我不知道大家 如果有小朋友 和有隻狗 是會怎樣去分配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那希望大家 不要再重複我這個錯誤 是嗎 沒有辦法 始終 人一定是 不可以同一時間路太多 那 以前沒有小朋友的時候 那當然啦 狗走就是我們的小朋友 但是真的有了小朋友的時候 你的心力啦 你的精神啦 你的時間啦 一定是撥給小朋友的啦 那有時候 中間平衡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做到完美 我相信 這個世界上 也沒有任何人敢說 自己的處理 一定是最完美的啦 只是有沒有民心 也沒有愧 那 盡量對他好一點 三春溫飽 我覺得是最基本 和主人的一個責任啦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 好像以前那樣 我抱著你睡 我一放假 或者我起床 回小小工 我都可以放到你走個圈 那你那小朋友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我覺得就不行了 除非你把某一邊 扔給你的工人負責 這樣就叫做還可以啦 但是都不會親手的啦 對上一次呢 我看回照片啦 當然我的相簿 全部都是我兒子的相簿啦 對上一次呢 已經是二月去M加的時候 我有時覺得 喂大哥 我Work from home的 為什麼可以 這麼久都安排不了一次呢 我是不是真的忙得這麼緊要呢 我每一天自己在做什麼呢 那我終於明白 因為我都看回照片 那隻狗在那裡 每一整天都在那裡 但是我走過的時候 我眼尾都沒有看過牠的啦 那我一開門 牠就會看著我 就是希望 如果大家還有寵物在身邊 又或者是老狗老貓的時候 就真的多一點點關注啦 那我也很慶幸的 牠過身之前 我剛剛清理了耳朵 和牠剪完指甲 都是乾乾淨淨的走的 那我今集到這裡啦